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4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朋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說說有一件熱話說到有個內地女子 嫁來香港做竹肉按摩月賺多少錢 事後她患病的丈夫四年 一人養全家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據報香港的連鎖點心專門店 添好運在台灣爆出食物安全風波 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內地女子嫁來香港做竹肉按摩月賺3萬元 事後患病的丈夫四年 一人養全家 報到多久問題到了 今年49歲的一名女竹肉按摩技師 由廣東連州來港 照顧年齡大距17年的患病丈夫 老夫少妻的跨境婚姻 靠妻子竹肉按摩技師每個月3萬元的收入 養活一家四口 妻子幾乎日日上班 對患病的丈夫不離不棄 更加發表13字的愛情宣言 感動全網 這位女竹肉按摩技師的訪問 近日在網上熱傳 據報49歲的女事主接受網紅專訪 她在訪問當中沒有透露姓名 與現年66歲 因為腦日血失去工作能力患病的丈夫 住在本港尼島平州一個700尺寸屋單位 她就說 女事主說700尺這間屋是我家婆買的 那個時間200多元 是30多年前的事 現在這間屋應該要500多萬 究竟是否200多元能夠買入700尺的村屋 價格都真是非常之不可思議 另外她表示 和丈夫在深圳經朋友介紹這位香港的丈夫 對方年齡大距17年 當時丈夫沒有錢和 只在香港從事物業管理 月薪約摩2萬多元 女事主和丈夫若有兩名女兒 現在都在廣州上學 2015年9月2日 她的丈夫突然腦日血入醫院 當時住在廣州東莞照顧兩位女兒的她 於是來到香港照顧丈夫 但其後 因為三年的疫情未能夠來港 要由丈夫的姐姐代為照顧 女事主每個月就給5000至6000元 給家姑作為照顧費用 今年年初本港和內地全面通關 女事主再來港照顧患病的丈夫 如此斷斷續續 女事主一共照顧了丈夫約摩4年1 那丈夫是家裡的唯一經濟來源 她患病過後收入從何而來 女事主就說丈夫在2015年病倒之前 她一直都是家庭主婦 沒有任何工作經驗 丈夫說病她在第二年 即2016年就決定在香港從事按摩行業 由家庭主婦變成全職按摩技師 女事主就表示 做按摩技師工作辛苦 現在每月開支藥膜2萬元 積蓄藥膜有十幾二十萬元 她就說要很節省很節省的 就說從來都不在外面吃早餐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好 說近日的網絡熱話之一 究竟是真是假 很難評估 因為這些就是一些網紅的訪問 訪問當中沒有說到這個人的姓名 不過就說到在平州的一間村屋居住 當中就說到這位的內地女子 來到香港就撐起頭家 做這個按摩技師 每個月月入三萬元阻緊 另邊商就服侍患病的丈夫 當中究竟哪十七字的愛情的宣言呢 裡面也提到女事主在訪問當中 是丈夫說她養了我十七年 我要還給她二十年 成為了網絡熱話的討論當中 另外也說說這個數字 根據HK01的報導 11月累計 五百八十五萬港人的人次是不上的 南下的內地女客只不過是二百四十三萬人次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港人不上消費氣氛次熱 禮拜六禮拜日合計四十八萬多人次是 港人經六路口岸不上的 南下的內地女客就二十二 南下的內地女客就二十一五萬人次 南下的內地女客就二十一幾萬人次 北上南下的人潮也差達到二十六萬多人次 整個11月累計有約望五百八十五萬港人不上 而南下的內地女客約望只是二百四十三萬人次 兩者也差近三百四十二萬人次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我講的是北上的港人和南下的女客的差距越來越誇張 甚至越結帳結帳 疫差是三百四十二萬人次 當中港人的消費力不斷去到深圳 令B-箱按下礦仔有機會和本港食市的小店老闆聊天 我講講其實真的有多大影響呢 老闆坦然疫情的時間也沒有那麼差 我笑了就問疫情試過停堂吃的 即是不讓你開檔只是做外賣 結果老闆都說外賣都好生意 好生意過現在 怎麼搞啊 其實也有不少餐廳這陣子都是倒閉的 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多香港的小店面臨這個境況呢 各位朋友就和礦仔說都沒辦法 現在盡量做這個原因而已 不過看來那個的情況就已經是一發不可收拾 不想熱潮可以說是勢不可擋的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精龍裏面有蟑螂 添好運台灣分店爆食安風波 就說要重新檢視製餐流程 報道的內文提到連鎖港式點心專門店 添好運在台灣爆出食物安全風波 台灣媒體在12月4日報道 近日有網友到添好運台南一間分店吃飯 但發現精龍裏面竟然有蟑螂 多次反應過後 先有主管出面道歉 並補償當次的消費全數免單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添好運在香港就很出名 去到台灣開分店 近日在台灣那邊爆出食物安全風波 在點心裡竟然看到有蟑螂 結果多次反應 相關的主管才肯出來處理和道歉 事件成為了台灣新聞 添好運在香港拿了米芝蓮的一個非常高的樹榮 去到台灣開分店的時間 看來製餐的過程出現了問題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一家三口排七年獲得天水圍的凶宅單位 一個原因反而感恩 網友齊齊祝賀地說的 報道幾了問題多了 這位公屋申請者在Facebook群組發帖文表示 他以生計三人的女別 良好公屋七年半 去年獲得第一次派屋派屯門的蝴蝶村 但因為女兒上學太遠了 又不願意轉校 說唯有拒絕單位 之後第二次派屋派屯門的大興村同樣拒絕 兩次派屋無果 事主一家三口轉戰申請特快公屋 選了天水圍一個問題單位入伙 事主說那單位因為有一位老伯 空中飛人變成空宅 但由於屋村方便 小朋友上學 仍然感恩能夠畢業 本身住開元朗十幾年 希望大家都早日安居 鐵文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紛紛恭喜事主畢業 亦說天水圍挺好住 亦有網友擔憂 空宅可能有靈異問題 而事主為何要感恩 事主回應 開工裝修之前 做儀式就OK了 不用太在意地說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網友一起恭喜這位事主畢業 即是排公屋 排到頸刀牆 排七年 終於排到公屋 雖然單位是一些不受歡迎的單位 之前有空中飛人的情況 不過事主都選過 因為住在元朗十幾年 最終決定選這個單位 有網友表示不明白 不過是平心不作虧心事 領兵商入伙的時間 做一些儀式霸四角的話 估計都沒什麼 我是狂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